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们 我从前 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 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耶稣基督病他定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甚战惊 我所我说的话 讲得到 并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 神的大能 好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继续来交通绝对的真理 这一段经文是保罗 在证明 他到我们中间 已经定了主意 在那里 否定 他否定什么呢 否定 自己的智慧 神绝对的真理 不用 人智慧委婉的言语 所以他说 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不用高言也不用大志 这里面 否定 高言大志 否定谁的高言大志 人的高言大志 人有高言有大志 不一定被神使用 是不是 如果你真有 上帝先灭绝你的 摩西在皇宫 学的那些个知识 用没用上 没用上 放羊呢 最后放到什么程度 他四十年在皇宫 又四十年在哪 在米店矿野 放羊放了四十年 这四十年 他四十年 在皇宫学的 再用四十年 把他从皇宫学的 全部废掉 废掉他的目的 恐怕人用自己的高言大志 来宣传神的真理 神的真理不需要人 高言大志 不需要人的智慧 不需要委婉的言语 我下看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不知道 只知道 不知道 只知道 不知道是否定 只知道是肯定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 兵他临十字架 就知道这些 只知道 只是什么 单单的 是不是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 否定 只知道是什么 肯定 这是否定 是不是 现在在否定中心 否定高言大志 否定 人 智慧 委婉的言语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 基督兵 他定十字架 所以他定了主意了 他到 我们中间 就不用自己 在说什么 圣经 路加福音中间 也有这样的话 将来我们被抓到 那个当官掌权的面前 你们不要 思想 首先 思想怎么样 分 分数 不要思想 我要说什么 到当官面前了 圣灵自 有他自己的话语 给你话语 圣灵 借着你的嘴 说话 不用你的言语 不用你的 高言大志 不用你的 智慧 大家看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甚战惊 恐惧战争 是不是 我说的话 讲得到 不是用 智慧 委婉的言语 否定 否定什么呢 智慧 委婉的言语 智慧 智慧委婉的言语 什么样的 叫智慧 委婉的言语呢 委婉是什么 什么叫委婉的言语啊 什么样叫委婉的言语啊 尔文的角也叫委婉 是不是 不走直道 是不是 真理是指走直道的 人的智慧它是委婉的 不走直道的 这叫委婉 这叫委婉 咱们有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 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经常用委婉的话 但传福音 传神真理 不需要委婉 天国进来 你们的悔改 信福音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我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直啊 是委婉 直 就这一句话 耶稣基督在旷野也传 约翰在旷野也传 传什么呢 传真理 传真理的道 是不是啊 不用拐弯抹角的 蛇走的拐弯抹角的 人走灵强路 不能像蛇 是不是啊 直来直往的 和委婉 绝对不一样 人讲话就对委婉 比如搞得像 咱们今天搞得像 搞得像 这个女的明明长得不怎么地儿 但这男的也不怎么地儿 但那男有智慧 他用什么话语呢 委婉 委婉 明明这牙这么长 这牙这么长啊 你的牙真短 跟他这么说 这是直来直往啊 还是委婉的话 委婉的 什么叫委婉的话呢 委婉的话 不说实话 不说诚实的话 拐弯抹角的 是不是啊 就像孩子的 今天跟他妈要东西 从来不直说 今天看呢 别人家吃冰果 他也想吃冰果 他不说 妈给我买冰果 他说 妈 别人家谁谁谁 他家的爸爸妈妈 真好 给他买冰果 听着 这是什么话 拐弯抹角的 拐弯抹角的 是不是啊 对 他神的眼里 不需要委婉的 他出来就是一把利剑 是不是啊 他不需要拐弯抹角的 不需要人有智慧 不需要人有才能 不需要人在地上 怎么聪明 越聪明的人 神越不喜悦 这样的人 所以讲神道的人 上帝拣选这群人 没有拣选君王 没有拣选科学家 没有拣选文学家 没有拣选博士 没有拣选辩识 所以他拣选这群做见证者 除了渔夫 就是农夫 没有文化的 无学问的小民 正如神旧行贯子这么说的 无学问的小民啊 跟耶稣基督一样 没学过的 谁许啊 学完了等于 富了恶的旅居的 富了恶的旅居的 主不使用 主就需要的 没富恶的旅居的 从来没被人骑过的 对不对 通过被人归正完了 这个人就有一些假的东西 对不对 咱们人归正就是叫你 绑好 绑 绑正点 到哪个地方 你坐着有坐着 你站也站一样 他明明那个地方有 腰肌老笋啊 他还得假的 做事啊 为了给谁看 为了给人看 是不是 那腰肌老笋 他的腰老疼了 他还不易的 疼着 人就是这种 假冒为善的东西 是不是 说话的时候 也带着什么 也带着这种委婉的话 所以上帝 借着保罗口在这里就提到 不需要委婉的言语 所以他定了主意了 在这里头 就弃掉一些委婉的言语 传讲天国的福音 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 圣灵来了 要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 是不是 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 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 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六节 第二章的第六节 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 要把它区别开来 是圣经的话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 在外事之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有权有位你听不听见 耶稣不减选这些有权有位的人 给他做减证 你有权吗 没有 你有位吗 没有 你有势力吗 你有知识吗 没有 你是科学家吗 不是 你是医学家吗 不是 你是天文学家吗 不是 你是物理学家吗 不是 你一个家里也没站上 不是 上帝今天叫你回到神的家 正因为你在地上没有家 上帝在天上给你找个家 阿们 对不对 你在地上没被人注重 上帝在天上给你找一个真的家 阿们 好不好 你要在地上这家 那家你竟是家 不给你找家了 你有家了 是不是 这就说明神要的智慧 神也要说 但要的是谁的智慧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一定要知道 神的智慧 人的智慧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讲智慧 对什么样的人讲 对完全的人 那世上有完全人呢 这个完全人指的是谁 隐信耶稣基督就是完全人 隐信耶稣基督就是完全人 不被诚意的人 乘上诚意的人 就是完全的人 在上帝眼里看 既然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 在上帝就看过是完全的人 对不对 嗯 所以 那么这个智慧 对谁说 对完全的人讲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 这世上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不是这世上有权有费 败亡之人的智慧 乃是谁的智慧 乃是从前所隐藏神 奥秘的智慧 那奥秘的智慧是什么 就是 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 就这智慧 得荣耀是不是智慧啊 是 是 今天教育中间谁也没发现这个奥物 得荣耀是一个智慧 是万事之前所隐藏的智慧 今天得荣耀都是 那凡事上荣耀神 他在凡事上 他没明白这句话 凡事上荣耀神 凡事上我都不活 我才能凡事荣耀神 凡事都是主活的 凡事都不是我活的 才能荣耀神 是不是啊 只要是我活的 凡事都不荣耀神 对不对 什么是羞辱 刚才那紫白怪 什么是羞辱神呢 什么叫羞辱神 你只要回来肉体中间 凡事都不荣耀神 这就是羞辱 是不是 你只要回来肉体中间 你想要荣耀神 但你凡事都不能荣耀神 因为你本身住在一个羞辱的人里头 并没有住在荣耀的主耶稣西方里面 怎么能凡事荣耀神 凡事荣耀神 凡事基督活着 不是我活着 才能凡事荣耀神 凡事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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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高的标准 是不是啊 这个凡事啊 哥利多前书十三章 是我凡事那么多的凡事 凡事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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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爱是恒求荣耀又有恩慈 爱是不欺负不自夸 不张广 不做害羞的事 是不是啊 这里面就有不做害羞的事 能达到这个标准吗 不做害羞的事 只要住在肉体里你就害羞 害羞是不是 你住在肉体里你还不害羞 你住在肉体里谁跟你扒光 你还不害羞 但耶稣又说扒着你的外衣 扒着你业由他拿去 你看你还不害羞 什么叫做 这句话相当奥秘的 当你住在基督耶稣里面 扒着你的外衣礼仪 因为你没有羞辱感的 因为耶稣是不知罪的 所以就不羞辱 你住在亚当里 扒你衣服你干嘛 扒你衣服你把你业 骨头也给他扒去把 拿去把我光的钉子往回走 没问题的 你看你干不得 但耶稣就讲 在前面讲说 凡事 保罗讲了很多的凡事 耶稣就用讲的是什么 也讲什么 多了你的外衣 把你业由他拿去 墙比你走一旅路 你从他走二旅路 你今天马上银行上班的 墙比你走一旅路 你别去上班 你去从东东那走二旅路 这个话是塞人口的话 就是意思你根本就达不到 你达不到耶稣才这么说的 这么说就是意思叫你福气 你福气了就好办了 你要不福气不好办了 听不听明白 当然你知道圣经的话语 神默设的话语是何者的奥秘 神从上古就把这个奥秘 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了 这个奥秘就默示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他不用委婉的言语 是生命表明出来的 对不对 是圣灵将神显明出来的 不是我表现的 不是我做作出来的 不是我忍 是不是 不是我加肯出来的 不是我硬憋出来的 不是我硬板出来 不是我手出来 不是我做作出来 不是我行出来的 是基督的复活的生命 在我里面渐渐长大 常常显明出来的 是不是 唯有住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它表明出来的 耶稣表明的 不是我做的 成不正义 神奥的智慧 不用我智慧委婉的言语 福音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就是真理 真理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而表达出来的 就直来直往的 什么叫真理 神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不是 神叫约拿 他喊再过四十日 您的委层就要清福了 他啥也没说 就说这句话 匹马蒙徽的 从君王到陈仔到将军到富乎到壮士 维奴的自主的大小人民 以及那个生厨都披马蒙徽了 都下了皇帝都下了宝座了 都怎么真正的悔改 是不是 他说着 就免去了你以为这场浩劫 他说什么了 约拿喊什么了 约拿喊你必须这么信 你这么怎么怎么信 喊了一大堆吗 没有 没有 上帝叫他去喊就喊这句话 你告诉他们 再过四十日这成就幸福了 就喊这句话 耶稣基督在旷野中间 有没有详细的把圣经的真理讲以外 没有 他只能喊天国尽了 你们到回来信福音 是不是 福音最后保罗才把福音讲得很清楚 罗马说法福音讲得清楚 等喊过来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开始讲福音 开始详细地讲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人委婉的愿意 不是人智慧的结晶 乃是上帝真道真智慧 在我们心中的显示出来 是不是 我们再看 你再看 还是哥林多前书 不是世上将拜王之人的智慧 还是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十八节 三章第十八节 找到没有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 若有人在这世上 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下面说 但不如变成什么 你看 神仙是变异作 你要在世上有智慧的人 必须变异作 我上次讲的张鸡灰 他在我们那边 号称为鬼子六 鬼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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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六有没有 有没有是鬼 鬼子六 鬼子六是哪个六 鬼子六是哪个六 他靠什么 靠人脑袋 靠什么 靠智慧 人的智慧 人的聪明 人的什么 人的这种打算 所以解释圣经 所以他从头一时到尾 都是错的 是不是 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不用人告诉他怎么错 他从头就开始就错 都在哪里都活呀 人的智慧中间活 所以这里面说 你们若有人 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成欲卓 好常会有智慧的 因为这世界的智慧 在神看是什么 欲卓 世界的智慧 在神眼里看是什么 所以不要动世界的智慧 再你还没反过来 上帝就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智慧 把人的智慧给废掉 把人的智慧废掉 上帝要把他自己的智慧加给你 你就成为有智慧的了 你天天把你的东西拿出来 就玩小聪明玩小智慧 有一天上帝就要教你看见 你可以跟人玩小聪明 你可以跟人玩小聪明 但你不能跟神玩小聪明 因为神的欲卓比不比人智慧 我先看 第一章 找到吗 第十八节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灭亡的人为欲卓 保罗就传十字架道理 不传别的 但在灭亡的人为欲卓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聪明人的聪明 神要不要废掉 废谁的 废人的智慧 下面说 智慧人在哪里 文是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界的智慧 变成什么 欲卓 下面说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愿意用人所 当作欲卓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什么是神的智慧 实价道理 不需要我加添 这真理绝对的 我不能加添 这就是神的智慧 他叫我传出实价道理 我就原本 照本宣刻的 我就穿实价道理 神就不会向你发弄的 是不是 不然的话 有你的智慧 你就很容易 就把这个智慧拿过来 摻在哪里 摻在实价道理 绝对是真理中间 怕你摻 先给你怎么样 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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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你杀 才叫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目的是灭绝 灭绝 灭绝你的罪神 只要把你的罪神给你灭绝了 那么你的智慧就被灭绝了 那么你的智慧就被灭绝了 人的智慧是在罪神里头 所以把你的罪神给你灭绝了 那你的智慧就被灭绝了 实际上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上帝要叫你完全靠着他的智慧 完全用你的嘴传讲上帝给你传达的命令 那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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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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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太监人把它圣旨打开 这么说的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说这 我要封张庭秀 为八府学院公 对不对 我把八府学院公 这八府学院改了一下 封张庭秀为取品先令 完不完呢 我给改一下行不行 念圣旨者应当是儿子去念是最准的 德办的中国的念圣旨者都是太监 奉天成韵 皇帝藏爷 声音首先就不对 是不是 如果儿子念奉天成韵 皇帝诏曰 儿子念圣旨 这不是 这句话在哪儿呢 传圣旨者应当儿子传还是太监传 但人间愿意用太监传 为什么 为什么用太监传 我们看一段经浪 上帝是用儿子传圣旨 人间是愿意用太监传圣旨 你看 第二章 诗篇的第二章 第七节 谁传圣旨 谁传圣旨准啊 儿子 你是儿子吗 是 你传圣旨用意加点东西 有的那个太监满门都被灭绝了 是不是 灭门九族啊 原意是什么 传圣旨传错了 加上了自己的意思 所以满门 抄了 好 我们看第七节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旨 受高者是基督说的 基督是受高者 我要传圣旨 下面再看 叶怀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接着生你 生的传好 还是养的好 传什么 传圣旨 这个圣旨是对上圣旨 天上圣旨 如果这些传错了 完不完呢 行不行 传错的人一定是领悟错了 领悟错的人 一定是用自己 动自己的小聪明和智慧 是不是 动自己那个 殊土的 败亡之人的智慧 所以传错的人 活在人自己的理性中间 所以他传错的 我们看一段经文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 在雅各书的后面 彼得后书 知道了吗 第一章第十九节 人动了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所以传错了 那我就觉得 我就认为 我感觉 我的逻辑 我的理性 我的思维 我的意念 我就感觉 这是对的 上次网纲 你说网纲 在传着网上 告诉你我看 弟兄整理完了就会传到网上 你听听 他怎么回事 那我今天 我都上边 搜集了很多资料 我参考了很多资料 证明完号是错的 他错的 他为什么错的 因为我通过 许多人的资料 我要证明一下 我看了好多资料 我这一看 那一看 我就证明完号是错的 对是错的 就他这一句话 就已经定他罪了 你听 他是用什么 用资料 是不是 他用的是资料 来定我罪 用神学教育 用神学资料 资料 和真理 哪从事来的 真理 你看资料 看横领 网上号对错 是用什么横领 我看看那大仆人怎么讲 我看看那大仆人怎么讲 我再看那大仆人怎么讲 我坚决不看约族怎么说的 哪里的 诗料 这一般是绝对的真理 等会我会讲 绝对的真理要绝对信 绝对的真理要绝对信 等会再讲 真理从天上来的 你看看 你看看属地的人所写的资料 来定 网上号到底是罪是错 合理不合理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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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中国的法律在中国 你用美国 用日本 用俄罗斯的法律 来定 中国子民犯不犯罪 合理不合理 不合理 中国的子民犯不犯罪 用中国的法律来定 不能用外国的法律来定 对不对 你给一家孩取名 你得看看 你家孩 他爸姓什么 你再给你家孩取名 行不行 姓什么 你先把姓钱确定好了 有的人连姓都没确定好 我姓谁呢 我姓 我姓谁呢 他找不着姓人 就可以随便乱起个名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他爸爸知道了 愿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 好 他爸爸姓什么 姓我 完了 你给他起名 起名姓什么 当然姓猴的猴 不是这猴 拒掉拳手房的猴 是吧 你这个姓猴 姓猴 来的 你见面猴仔的 他爸听见你 骂他儿子 动不动就骂他 这名模我家儿子 谁又起名叫猴仔的呢 啊 你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 你家孩子被别人起个外号 就猴仔了 不愿意啊 那好 今天 神的旨意 今天 神的旨意 来判断一个人 今天讲的对错 是用什么 用真 不是用什么 当用辞掉 就等于 推翻了上帝的什么 树立什么 树立资料 我们今天查每一次讲道的时候 是以什么为依据呢 圣经为依据 没有圣经的依据 我讲了半天 你不要听 我讲的全是从我自己这个资料里出来的 合理不合理 不合理 所以我们看 刚才咱们查到 儿子传圣旨 传的准不准 儿子是被生的 太监是养的 是不是 是买的 是雇的 对不对 是招来的 但儿子传圣旨就准 生的 我今日生你 我们再看 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九节 我们并有先知 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的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陈星在你们里面里头出现 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你要紧的 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 私意 解说的 首先一点 真理既然是绝对 绝对的真理 我上车说 圣灵要引导人进一切真理 师父要 不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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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义 解义 怎么样 解说的 随解义是什么 这解义的意思 圣经既然属天的 我随解义 解义是属地的 我随解义可以不可以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要留意 现在所有的预言你们要留意 他如同灯照在暗处 是不是这样 下面说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天发亮是什么 心里被光照了才亮 是不是 你从前没听真道的时候 你心里亮了吗 亮没亮 你心里没明白过的时候 你心里是啊啊 你都没指望 很多的人听了这道道 终于 痛苦流泪的 是不是 终于找到指望了 是不是 这里面只等到天发亮 陈星在你里面出现 陈星指圣灵重生了你 陈星出现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出现的 只等到陈星 天发亮就是指我已经里面被光照了 陈星出现就是重生了 是不是 这么再看 才是好的 下面再看 比较紧的 该知道 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益 这个私益 极和私益又一样 随极和随私益结的 是一样的 下面说 随私益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仁义的 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仁义的 乃是 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 你可能没有知识 圣灵感动你有知识 这知识天亮的 你可能没有口才 圣灵一感动你有口才呢 我其实我是一个最不善于说话 正因为我愚昧无知 所以上帝给我指尾 给我口才 给我能力 给我权柄 就是传达他的指令 不可随起义 或者私益解说的 好再看 再看 还是 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二是不可强解 不可强解 什么叫强解啊 神的话既是属天的 必须属天的圣灵来解释 不可强解 有很多人强解 当时我讲到那个地方 我会告诉你 什么叫强解 缘一书 凡从神生到 必不犯罪 这些人 你看我还犯罪 他犯罪就往哪指啊 指着我 从神生的是零 从零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必不犯 开开我还犯罪 所以从神生的 不犯罪是不犯罪 但不惯不犯 不经常犯 不总犯 但有时候还犯 偶尔还犯 是不是啊 于是还犯 还不常犯 这叫私益解经 真理 是绝对的 凡从神相到 必不犯罪 必是什么 绝对的 他一看不合人理 你说不犯罪 你说我这还犯罪 谁敢说谁不犯罪 谁要说谁不犯罪 那是撒冷 你看不犯罪 你看不犯罪 原来一说他根本就没明白 原来一说第一 第一章里面 先开始说的是什么 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 最后就是提到认罪 叫他们认罪 明显不是写给基督徒的 写给那些个 以色列那些拒绝救恩的人 紧接着他就是提到什么 凡从神生了 就你想不犯罪吗 你想不犯罪 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 是叫你不犯罪 怎么能不犯罪 下边从神生就不犯罪 认识神的儿子就不犯罪 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就提到很多不犯罪的结果 最后就说 你只有从神生才不犯罪 那不能把 从神迭政的基督徒 划分在那一段圣经里头 划分在第一章里头 第一章写的 我们说认罪 前面说什么 我们在接受救护 第二章我们要认罪 第三章说什么 我们要不犯罪 第四点说 如何不犯罪 讲得清不清楚 清不清楚 清楚 怎么能不犯罪 从神生不犯罪 住在他里面不犯罪 反正不守律法就不犯罪 是不是 不在律法以下就不犯罪 犯罪是因为违背律法 不犯罪是因为不违背律法 不违背律法 不违背律法是不守律法 就不犯罪 不犯罪罪就不犯罪 犯罪是违背律法 是不是告诉我们到家了 是 讲得特别清楚 没总说认罪 就前面那一段说认罪 紧接着就说不犯罪 你看 他们就给错解 希腊文 原文说的 你原文怎么说的 原文说什么 不经常犯 不惯犯 不走犯 谁告诉你的 那一天我问 我说你懂原文吗 懂啊 我说你给我说一个希腊文 alpha beta gama 我说你再往下说 alpha beta gama 我说你再说一遍 alpha 谁怎么看 beta 我说你这就是一二三 就是懂希腊文了吧 现在都学英語了 小学生就开始学英語 到中学生还学英语 我就会喊几句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我懂英语了,我就是万兔字类复材 所以我懂英语了 傻不傻,飙不飙啊 缺不缺心眼啊 二买五一个 是不是啊 就先认识这几个 就认识这几个万兔字类数字 就叫懂英语了吧 英语那些单词都有多少啊 那些句子有多少啊 你就认识那几个单词 就认识万兔字类数字 我懂英语了 我最后他就认识傻字 希腊文 他写都不会写 是不是啊 alpha,beta,gamma 其中alpha 都没讲,圣经还记载 是不是啊 他都没说到 他就说一二三 我等希腊文呢 他说希腊文原文翻译了 不经常化,不怪化 不信你把希腊文拿出来 最后我对他说一句话 就是查希腊文的神学生 我对他说一句话 我说 你把耶稣那个时代给希腊文拿出来 我说你把耶稣那个希腊文 那个时代给希腊文拿出来 因为中国的汉子 从耶稣那个时代 一直到现在 很多的语言已经变迁的 不是原来那个味道 是不是啊 甲骨文文言文 最后进到汉文 而且繁体文 最后被剪假发文 最后我就跟他说一句 我说就一个女字啊 就一个女字啊 就变了好几遍的 女字变没变 一开始叫什么 一开始叫什么 如 如等 你等 最后又叫什么 耳等 是不是 最后又叫什么 你等 变了多少变 你我呀 一开始叫什么 五 你叫我 变了变 变了 说字 一个说字变了多少次 啊 一个说字 一开始叫什么 连 最后叫什么 盐 最后叫什么 盐 约 是不是啊 还叫什么 道 我这样我在古书上都能给你掐出来 你经常看古书的人 就这些文字 经常能出现 古谁言 是不是 谁 某某某言 某某云 某某约 某某道 是不是啊 这些在古书上都可以看到 最后传到咱们这个地方 猜什么 书 对不对 变了多少变 从耶稣那个时代 到现在希腊文 汉字都变了 希腊文不变吗 你想插希腊文插耶稣那个时代 到巨经两千多年前的 希腊文插出来 别在那上把上帝看得都老恶劣了 说 中国的汉文翻 那个汉文圣经啊 那和尔本圣经 错误的 不得 我们得查希腊文才得得 翻圣经的时候 怎么不叫你翻呢 怎么就少你这么个人呢 你这么个人物呢 不懂希腊文用装懂 耶稣说没有的 是以为有的 连有的也不去 我问弟兄姊妹 神爱不爱中国人 爱爱你 爱 会不会把中国的圣经翻译错误 不能 我先告诉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绝对的真理 一点误误都没有 一点错误都没有 除非那些小黑的出现问题 黑的多半很多很多都出现问题 那黑标题啊 就在前面 就这小黑标题 这黑标题不是申请原文中间 原文中间没有这标题 原文中间连标点号号都没有 原文中间 连哪一张哪一截都没有 后来人家里头 有的时候那张姐家里头不对 那张都不对 那截也不对 该在最好结束 他从逗号就结束了 该在那里画的第三章 他画的第四章里头 该第三章结束 他画的第四章 所以那张姐都是很多很多地方不对的 等有朝一日 我们张弟兄 我们商量商量 把这圣经好好地再编辑编辑 这就是编辑没编辑好 有辣字的 有多字的 有多一个字 有辣一个字 我现在就可以找辣一个字 十篇的六十二篇 他辣个辣字 多么多字 我没有时间多找 我就给仙弟找一段经文 就是六十二篇 十篇的六十二篇 第一节 他有时候 他打的时候 砰一下进去一个 把手一带 不到带哪个将来 要带进去一个字 带进去这一个字 人念他 他都不同顺 语言要同顺 圣经的语言特别同顺的 他没有不同顺的语言 我们看 这一节经文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 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我的高抬 我并不喊动摇 这个家有喊 好下面再看第五节 跟这一节经文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喊 跟这一节经文 标点花 什么都一样 这是一个一样 就是没有喊 你看 我的心呢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抬 我的 我必不动摇 必不动摇是 绝对呀 是相对 好 看啊 这些人 他把约翰遗述 绝对的给改了 你说这将来 他脑袋 他用几个脑袋 可以承受上帝的行吗 我们看 必 不喊 动摇 我必不很动摇 动摇 必不很动摇 前面动摇 还要加个喊 必不很动摇 前面动摇还要加个喊 必不很动摇 不很动摇 就是还动摇 动摇的不是那么大 听不听教主 你看 我肯定动摇 但动摇的不是很动摇 但还动摇 不是很动摇的 我并不很动摇 有这话就不成立呀 这是一个不成立的话 必须把这喊的拿掉就成立了 这是绝对 必是绝对的 喊又是相对的 啊 必不动摇 这是必不动摇 这是必不动摇 这是必不很动摇 有这话吗 现在必是不是绝对的 必不动摇 是绝对的 打必不很动摇 不很动摇 还动摇 动摇不是很 动摇的不是那么大 这是不是带进去的字 这个字是带进去的 到时候你在你那地方把它划一下就行了 就把那很字给划掉都行了 没有这不成立的 绝对加相对等于什么 绝对加相对等于什么 等于相对 不等于绝对啊 必不很动摇 是不是 相对的 动不动摇 这句话还动摇啊 动摇动摇不是那么很动摇的 很难还动摇 你还疼不疼 我不是很疼的 我还疼 不是很疼的 你看 这肚子上股还疼的 现在疼不疼啊 疼不是很疼的 还是都在疼 是不是啊 动不动摇 动摇 动摇 动摇的不是那么大 还动摇 完不管了 听没听清 绝对是真理啊 绝对是真理 说必不动摇 绝对是真理啊 听没听明白 我们要发誓我的避难所 我必不动摇 对不对 我必不肯动摇 对不对 绝对的真理 不能用相对的词 来形容绝对的真理 这是一个形容词 是不是 是不是形容词 形容词 而且去修饰什么的 动摇去 形容词是修饰的 对不对 去修饰动词 一下就把前面的绝对 变成什么 变成相对的了 什么叫相对 什么叫绝对 相对啊 相对和绝对 它俩区别在哪里 咱们现在讲相对啊 现在就讲相对啊 中国咱们都吃饭了 吃没吃 有的吃包的 有的吃米饭的 有的吃什么 面条的 还有的吃什么 猪肉 有的吃鸡肉 吃狗肉 吃驴肉 吃驴肉 吃兔子肉 吃狼肉 你爱吃什么吃什么 这是相对的 不在乎什么 得救 不在乎 得荣耀 只在乎你肚里头 你爱装什么装什么 有人不食肌肉 不食就不食 只要信耶稣就行了 绝对的是管生命的 相对的是管肉体的 听没听明白 穿驴肉有穿蓝的 有穿黑的 有穿红的 有穿紫的 有穿白的 有穿什么 有穿绿的 你爱穿什么穿什么 这叫穿一袋帽 割好一套 这不是绝对的 对不对 不是绝对的 高的矮的 有的人长高 有的人长矮的 有没有影响晋天国 有没有影响得救 有没有影响得救 这是相对的 不影响得救 听没听明白 你别把这绝对的 不蒙头 就不能进天国 是不是 不说方言 就不属灵 你上一般呆去 哪两百上哪 就两百一会儿 比什么都好了 绝对的 你今天 你说不说方言 这不是绝对的 这不是要什么呢 真理的问题 今天你不信耶稣 你就得下地狱了 听听明白 你不见得耶稣 你上去天国 这是不是绝对的 这是绝对的 绝对的 跟生命刮斗 相对的跟生活刮斗 我再说一遍 看谁能记住 我现在就要教你区别 绝对和相对之间 有什么关系 绝对不能改变 相对可以改变的 就像我今天 我跟余子们去吃饭了 有时候说 那今天吃那个杀猪菜吧 后来怎么说 那杀猪菜呀 现在不太好吃了 那就不吃 不吃 改没改 改没改 一开始定吃杀猪菜 都成为吃杀猪菜去 倒到屋里头 咦 就给改了 就不吃杀猪菜了 吃与不识 都无妨 对 对 对 穿与不穿 都无妨 行不行 我今天 喝什么 都无所谓 中午我们喝点料了 有的人喜欢喝可乐 有的人喜欢喝橙汁 是不是 有的人喜欢喝 那个什么什么 酸梅汤 对不对 有的人很山楂 你还喝什么喝什么 这个生命一点不挂钩啊 别拿着相对的变成绝对的 就变成绝对化了 这相对的就是相对的 相对可以改 绝对能不能改 不能改 不能改 不信华南的 不信华南的 信华南 信华南的这个人 他说了这样的话 不信华南不得救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把相对变成绝对的 他不说不信耶稣不得救 他说不信华南不得救 你们说对是错 错 错 你能分辨出来吗 你看这些 那些五指的夏娃都跟着跑呢 还一样 你听到我跟你讲 就西华南这个总头 现在还在住 还在北京压着呢 掉了大 掉起来大 六十多岁 将近七十岁的人 把这些小姑娘 你家有姑娘奉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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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三岁的小孩都奉献出来 给她 到她那边 全身奉献 不念书了 全身奉献 奉献到那地方 都成了她老婆 她有钱呢 都给她奉献 她有钱呢 给这个女孩买一座楼 给那个女孩买一座楼 买完楼了 就开始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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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居他们都住下 不回家了 一辈子都不回家了 到现在就很多女孩不回家了 她说不清楚 全国各地哪个城市里都有 都买楼 买完楼了 给这些小姑娘 开始 就给她们 强行 强行强奸 那小孩 十二岁小孩 十一岁小孩 种啥呀 哎呀 管他叫爷爷爷爷爷 我管我 你放了我吧 说啥也不放 最后 小孩都怀孕了 一个一个都怀孕了 怀孕了 小孩生小孩的 家里还抱着一些什么 出去好了 孩子出去奉献给你煮了吧 哎 曝光了 有一天 犯事儿 曝光了 把这打死了 压曝光了 这一曝光 他那个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 反正把你丈夫给打残废了 一天就把那个丈夫给打残废了 后来上告了 这一上告 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就出来了 就把这些全部揭盖了 就把这些全部揭盖了 揭盖完了之后呢 他有那么多老丈母娘啊 这些老丈母娘干过 疼女婿啊 丈母娘疼女婿 一顿一个老母亲 这些丈母娘都疼女婿啊 也不管怎么着 咱姑娘跟她了 咱们得拿钱把她赎出来了 就那 判定是死刑 就是华南总统判定是死刑 最后这些老丈母娘给拿钱 一下就赎买了 现在不是死刑了 死划 你说这些老丈母娘是糊涂啊 全教辈那些信主的都称她老丈母娘 糊不糊涂 糊涂 哎呀可怜呐 怪可怜打得够呛啊 打得够呛 他们都带着可怜呐 无不无知啊 这就叫什么 牢笼无知的妇女 有这些妇女被牢笼的 我希望我们弟兄肯定不被牢笼 咱们回归圣经 看圣经里讲什么 我今天我们就讲什么 好不好 看圣经说什么 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议啊 是不是 圣经本身 它是绝对的 这里面神说的绝对是真理 那么今天就得用绝对的相信 不能加自己一点的东西 这里面相对的 就不能给绝对化 东方散家说 东方散家说 不信东方散家不得救 安心说 不守安心人不得救 天主教说 不拜玛利亚不得救 华南说 不信华南不得救 三书基督说 你们谁不信三书基督 你们笨蛋得救 是不是 他们都在高举自己那个东西 家庭教会我们是真理道的 我信真理道 我不信大厂的 我信真理道 你信真理道 你得讲真理啊 他会成为真理教会 家庭教会 他会成为真理教会 家庭教会 教会是基督教会 怎么称家庭教会 怎么称家庭教会 有个家 我就在家的训维 就叫家庭教会了 到河边就叫河边教会 到住眷就叫住眷教会 你这人糊涂透顶不糊涂 教会是属天的 不能用地上建个屋 家庭就用地上的家庭来起个名 叫家庭教 他不论在哪都叫基督教会 你告诉我 你是在基督教会的 还是在家庭教会 你还在三字教会 你还在安息日会 你还在弟兄会 你还在这个会 那会 谁给起个名 这发明这个教会的人 你完了 永生神的教会 不要用地上的名 给天国的教会起个名 不要用地上的建筑 给天国的教会起个名 教会是绝对的 教会是绝对的 家庭是相对的 把相对的和绝对混在一起 这教会就不是真的教会 我们是蒙头叫他 以蒙头为主 谁不蒙头 你不守灵 我们信三 三十就以三十为主 谁不信三十不能得救 我们守安息日 我就叫安息日会一个 你不守安息日 你就不能得救 错没错 谁不信真道 真理 谁就不得救 对不对 信他的人不被得罪 不信他的人 罪已经定了 得救不得救 不是用地上的建筑物 我在哪聚会来确定的 用什么确定呢 用真理真道来确定 好不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是绝对的 你把任何地上一个相对的建筑物 当成得救的根源 那是错的 唯独耶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 对不对 对 这是最关键的 三百分钟 不可强劫 我们注意看 彼得前 彼得后输 彼得后输 雅各书 后面彼得后输 第三章 第十五节 第三章 第十五节 彼得后输三章十五节 知道了吗 并且 要以我主 长久忍耐 为得救的因由 就如 我们所亲爱的保罗 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 照照所得的 所给他的恩赐 智慧 写了 信给你了 保罗啊 神给他的智慧写信 是不是啊 看一切的信上 也都讲过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不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同解其他的经书 别的经书 一样 就自取什么 解经 怎么解 随起一解 还是强解 还是圣灵引导解 还用蜀人的话解释蜀人的事 怎么解 这里面说 不可以强解 要强解就自己缠统 默示圣经的 是圣灵默示的 解释圣经的 也必须是圣灵解释 谁想靠他自己 地上的知识 一解释 他就要完蛋 是不是啊 他一定要完蛋 人家都得了 他得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要完蛋 他早晚有点迟早要完蛋 因为他解释这种经文 就自取什么 是沉沦了 强解 解不开又强解 凡从神上的 不经常犯 但有犯犯 你看 凡从神上的 必 不犯罪 是不是 必不犯罪 他说什么 不经常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持续犯 不总犯 是不是 对 然后最后 又加一个什么 偶尔 偶尔犯 这个 是不是 偶尔犯 不总犯 不经常犯 不持续犯 但有时候还犯 是吗 别别别 别别别 别不犯罪 是不是绝对的 不经常犯是不相对的 还有时候还犯 不总犯 犯一个算不算犯 啊 亚当不经常犯 就犯一次啊 亚当犯几次 亚当犯几次 就一次过犯就够了 这亚当也没经常犯了 就一次过犯了 是不是 你看他们的思维在哪里够 整个的思维在哪里够 在人的智慧中间 人的理性中间 你看不总犯 不经常犯 这圣经也没说亚当经常犯了 圣经也说亚当 一次过犯 众人 都被冻罪 是不是 一次过犯 众人都成为罪人 一次被逆 众人都成为 就说一次啊 犯十次 算不算犯罪 犯一百次 算不算 犯一千次 算不算 犯一次算不算 算不算 在上帝眼里 不看你几次 上帝说 必不犯罪 那就是肯定不犯罪 一点还不犯 一丁点也不犯 因为他从神圣灯 从神圣不可能犯罪 从神圣的举手来 从神圣的必不犯罪 相信不 信 信 信 从罪人生的举手来 你有没有举的 从罪人生的一定犯罪 从神生的一定犯罪 从神生的不是罪人 神是异的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他就一定是异的 从狗生的像谁 从老鼠生的像谁 猫生猫 狗生狗 是不是 驴生驴 老鼠生下的孩子干什么 刀动 老鼠你没发现 你抓着老鼠看看 下牙老长了 上面有俩牙 下面有俩牙 没事就抹那牙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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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没事 他就不磕这么太能抹 他干什么一生啊 就倒动了 他没事 他不能抹那牙不行 他牙长 就把他嘴吃了就合不上了 所以他第一天就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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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休息